面前的梁角器是用fresh制作的 本身可以用mouse移动 也可以按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顺时针转10度 第二个按钮是逆时针转10度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左右战转 逐个degree去转 而第三个按钮是转图形 选择好这个之后可以试试量度的图形 把梁角器放在适当的位置 中心就对到角的中心 开始制作的时候 先按Ctrl-L打开元件庫 需要两个元件 第一个是Protractor本身 梁角器 第二个是Diagrams 先用Ctrl-F8 制作一个元件叫Protractor 我们可以把图形复制贴上 变成梁角器 第二个元件叫Diagrams 我们double-click入里面 或者按Ctrl-F8 可以制作这个元件 里面有十几个影格 每个影格 我们放一个不同的图 这个图我们可以自己画下去 也可以复制贴上 此外我们需要加几个按钮 按钮在视窗内建元件庫 再选一个按钮 有很多按钮可以给我们选择 元件预备好之后 我们可以放三个按钮 在外面 另外去梁角器 我们可以拖一个进来放手 这个梁角器本身 我们需要和它改名 改什么名字呢 我们看看它的属性 给它的名字叫Protractor 而Alpha这个 就是透明 透明程度 40% 如果较到0 就看不到它 较到100 全黑 较到40 然后我们可以写Program 可以按F9 选择动作 我们要写什么呢 就是On Press 当你按住它的时候 Disk就指梁角器 Start Drag 就可以把它拉动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On Release 当你放手 你不按钮的时候 Disk就指梁角器 Stop Drag 停止拖它 对了 于是我们测试影片的时候 你见到变了一只手 当我们按实的时候 它就会被我们拖动 我们放手 就会Stop Drag 就不再动了 梁角器组之后 我们可以找第二个 元件进来 就是Diagrams 把它拖入中间 而且我们在属性里 改名 同样地用Diagrams 这个字 至于图层方面 就是梁角器在上面 圆形 图形在下面 下一步 我们处理按钮的动作 我们选择按钮 红色这个 再按F9 选择动作 要写什么呢 就是On Press 当你按红色按钮的时候 就是Protractor 这个 然后Dot 底线Rotation 就是它转 转多少呢 就是减等于10 每次减10 减10 至于绿色这个按钮 一样 我们照做 我们按F9 选择动作 但今次就不是减10 就是加等于10 每次就要把它加10 最后第三个按钮 蓝色按钮 我们照顾按F9 选择动作 今次要做事是三样 第一个On Press 当你按的时候 就是Diagram 那个元件 Dot Next Frame 就会跳去下一个影格 我们同时加多两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 按Key Press Left 按左箭咀的话 Rotation 减减 每次减1 减1 就不是减10 但我们不按左箭咀 如果我们按右箭咀的话 就调转到Rotation 加加 每次会加1 于是当我们按这个蓝色的按钮的时候 这个Diagram 它就会逐个影格的跳过去 逐个逐个跳 就会跳到 了 感谢观看